大家好,今天我是這個節目主持人,我叫王維鑑 我今天榮幸請到我們名外的藍球隊一個小隊員 葉仲龍上來做一個訪問的 你好 我想問你為何會喜歡籃球這個運動 我記得當初玩的時候 普通自己拿著籃球去球場射球 他一般都不懂的 但在學校有課後活動堂 在學校打,讓老師看到 我覺得應該不錯 有錢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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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就被他邀請到籃球去試試 到現在你打了多久 記得是四年八開始 現在應該都有六年 你打球的時候有沒有尷尬的事件 例如被人趕出場 有 我記得有一次小學第一次打收內場 因為小學那些全部都是收內場打 還有那個時候我不是很習慣那些 就是不懂那些規矩 就是有一次換人的時候 他們還沒出來 之後我進去了 就是六個人 就是球場不可以 自己一隊 然後被球證弄到我的TF 然後被老師這樣罵 哦 是 那你當時的感覺會有什麼反應 很容易 你父母會不會支持你打球 有啊 我媽媽也有打開籃球 你是課語時間才打嗎 嗯 課語活動 有空閒時間就打 就是不會影響學業嘛 不會的 你覺得名外的男朋友 水樽有多少分到呢 在你心目中 如果跟外面比較 一百分每一本分 我們學校都不差 起碼都有七十分 那很多謝這次你做的訪問 好 好